有一個網友說 胡佛你就是適合留青春級少年那種 用腫褲 我用意象跟毛子到臉上 臉上會不會有骨臭 很帥啊 我要變成天菜了 Sorry 網友來分享最好的鬍子 欸 可是在這之前呢 我們自己應該都有自己最喜歡的鬍子款式吧 是的 因為在座好像就說我是沒有留鬍子 對 我有留鬍子 對 沒有欸 你們為什麼想要留鬍子啊 看起來年紀比較大一點 比較輕鬆一點點 沒有啊 就想成為主流通知年啊 啊 我最欣賞你 我像你 好好做一年 我留鬍子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因為我發現我替鬍子看起來很肥 如果我太白了你知道嗎 喔 我也是 我如果替掉鬍子 我臉會就是本類版 就會往旁邊展 對 那也就是說 如果有留鬍子後臉會更小小 喔 那我等一下倒滿想試試看 如果有鬍子是怎麼樣的感覺 對 那我們今天網友跟我們分享的六種 四十字村鬍子 那我先來跟大家分享好不好 好 貝克翰 喔 最經典的鬍子類型的 他鬍子怎麼樣 好自然 對啊 可是外國人本身就是毛多吧 是 外國人本身就是毛多 然後雅蒂咧 好 好 高逸翔 落山湖經典中的帥感 帥 而且你看他這邊 他修得沒有很乾淨 喔 你說他有 然後再把他修邊邊 然後就看起來很像一個 來自行修容 對 對 因為我覺得就很寬嘛 所以我覺得如果做這種 就會看起來 臉的 臉的 臉的很棒 他會留 或者是小S在他留 喔 真的喔 他上小S的節目 小S跟他說 我覺得你需要鬍子之後 可能這個行程 而且他這樣一流 那個 這個Main會大 真的 所以我們很需要 哈哈哈哈 有一個網友說 雖然他跟胡芙一樣 但是也不太喜歡什麼鬍子的感覺 但是他有給胡芙一個 reference 對 他說 他說他就是這個 這個是以你的名字 呼喚我裡面的男生 喔 我知道 他說胡芙他說沒有 胡芙你就是適合留 青春期少年那種 要長不長 哈哈哈哈 沒有聽到那個胡芙 你懂青春期那種 要長不長一點點 然後還一定要學 大家在這邊掛胡芙 對 其實這種感覺也蠻帥的 就是一 青春期的嫩嫩胡 跟我們這些商業主流的胡芙太一樣 商業主流 可是因為我本來就沒有想要繞篩胡 那你想要繞篩胡 對啊 那你怎麼會留繞篩胡 啊 留不出來啊 我也想要留 那我只會長這種小小的 你有試過各種方法嗎 就是那種塗什麼 那我不知道我們今天我們來 用美筆畫自己 然後看自己適不適合自己影響的那個胡芙 喔 來來來來 那你胡芙最重要什麼 要往病假的留下來 所以我們要先幫他換個尾道 那個 這個好像痛 啊 啊 就知道你會這樣 我來 我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 沒有 這鬍子啊 這是什麼 欸 其實這樣是好看的喔 屁啦 看你這樣服那邊 這字嗎 喔 好啦好啦好啦 不是 欸 你這樣是好看的耶 這樣是好看 好看的耶 欸 你有褲子其實是帥的耶 欸 可以耶 那兩弟你覺得自己有褲子跟沒有褲子 通常不一樣嗎 我覺得我臉變很小 對 真的 而且我不得不說我畫的這一邊 真的非常好 對 真的畫得非常好看 就不要太像這樣 那你覺得如果有褲子跟沒有褲子 給他第一印象有什麼不一樣嗎 印象 第一印象 就 喔 主流通 是戀的 啊 那應該說 喔 比較繩瘦 比較端瘦 有人就有褲子 所以其實蠻多人對褲子 都是有好感 是 我覺得 其實當Gay的話 大家都什麼 敘服就會可能加個十分 但對方才還好吧 嗯 你幹嘛留 喔 我就不留就很肥 胖 白皮褲啊 哈哈哈 真的很好 嗯 我也覺得很好看 你怎麼毛 你應該就要長這樣子 好啦 那你敢不敢直呼 就是像我之前的指板嘛 就把頭髮放到這邊 然後讓它長出來 其實像Gay可以把頭髮長出來 放三秒 然後轉就不直了 我會痛嗎 不會痛 我這麼怕痛的 我都過去了 你幹嘛一直衝一波 試試看嘛 試試看 對啊 好啊 嗨 陳牙弟要直呼 那我們現在就有非常大的決定 帶陳牙弟去直呼 現在嗎 對 什麼 哈哈 什麼 別走 別走 我們現在到普之言啦 雅弟你現在有什麼感想呢 我好緊張喔 為什麼緊張 因為我怕痛啊 不會痛啊 我跟你講當靈才比較痛 你還沒做過 我做過靈啊 哈哈哈 當靈比較痛 好 你有當過靈嗎 當然有啊 那你就懂了吧 對 那你自己過來的經驗分享一下 給他一點心理建設 就是 直了就是你的 他漂亮遠遠在你身上 好 他不會掉 老髮不會背叛你 哈哈 但是你幹心灰 哈哈 我的意思是說 例如說髮珠的生存率啊 等等之類的 就是你之後兩個禮拜 一定要好好照顧 因為他就是 這兩個禮拜就關鍵期 對 好好照顧 那頭髮就這樣 咪 走不了 OK 就跟討厭的前男友一樣 哈哈哈 不會 我覺得他前男友離 他都離得蠻遠 哈哈哈 好啦好啦 那我們現在帶你去 那個找建醫師囉 Let's go 然後第一個是我們會看一下後面的頭髮的粗細度啊 或是說他的 他的密度 然後再來就是說看你每個毛髮 然後你每頁毛髮的根數 因為鬍子這邊需要一些比較粗的毛髮 所以其實在這個區域大概都可以取到 你需要直到骨子的一些頭髮毛髮的部分 然後今天手術的流程大概是早上會進行就是取髮 取髮取完之後中午會讓你休息一下 那下午的部分我們就會進行直入 那早上取髮的部分 我們麻藥會打在後面這後半區整區的地方 但打完就完全不太會痛 好 那下午的部分 因為我們直的地方是在就是臉部的地方 所以我們會先打一些臉上的神經主管 那你的部分因為是打在臉上 所以我們會打不同的神經 大概會打就是臉上的這邊 臉下有兩條神經 跟下巴這裡有另外兩條神經 我覺得有玻尿症耶 因為沒有神經 你講錯了 我沒想到 他真的打不久 我這邊還打不久 我怕會不會怎樣 會不會被你溶解 好啦 關於手術還有沒有什麼有問題的地方 醫生問我有問題 是 那如果用臉下的毛直到臉上 臉上會不會有狐臭 可以很值得問了吧 有人在用臉下的毛直鬍直嗎 因為他後面可能也不夠啦 後面的毛不太夠的話 有可能會考慮 但是因為 其實一毛再怎麼躲 也躲不到哪裡去 就他就這麼幾根 那當然就是你可以拿來用在臉上的鬍子 但是因為一毛他有一些比較捲曲的特性 所以長出來的鬍子也會跟 頭髮的那樣 對就是會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 那醫生如果壓力太大的話 鬍子會不會跟頭髮一樣變白 就是壓力太大變白 或是鬼剃頭 鬼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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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鬼剃頭形成的原因 基本上是我們免疫細胞去攻擊我們的毛狼 那當然有少數人他的免疫反應是非常強烈 或者是說他免疫細胞攻擊得非常劇烈 有可能他會延伸到比如說眉毛啊 鬍子甚至是全身上的體毛全部都掉光 就是比較嚴重的一個狀況 但他發生在身體其他部位不太會像在頭上一樣 就是一圈一圈的 大部分就是大家一起掉光 不會就是這邊一顆這邊一顆這樣 會直接掉光嗎 對會會掉光 就是比如說眉毛鬍子 硬毛其他體毛都有 還會導回來喔 如果是比較嚴重那種病人的話 真的發生這樣的狀況 可能就會需要一些比較長期的治療 那醫生你覺得哪一個 哪一明星的鬍子最清楚 我剛才想了一下 目前覺得雷神 這個農曆 太懂了吧 另外另外還有一個 就是之前一個巨星的誕生 那個Bradley Cooper 對 好看 他的鬍子就是走比較溫柔路線 兩個是截然不平衡的感覺 你很期待你指出來是什麼樣的風格 不是可能變太一樣 我幫他試畫一下覺得蠻不錯的 幫他畫鬍子 覺得他 他指起來很美 真的你自己有比較喜歡的嗎 我只想要有一點鬍渣感就差不多了 他沒有一個就是model 有啊有啊 貝多芬吧 對 貝多芬 貝多芬就是有鬍子啦 高以翔啊 高以翔 你知道醫生之前說我的臉是黃金比例的嗎 剛才是已經快一年前的事了 兩年了 有這麼久的年 沒有啦 一年半 醫生有私訊 我說你的臉真的很難 私訊你 這個牙液那個比例 很難耶 喔 陳老師如果我體質蠻帥的話 我40歲還改身 我們就結婚了 還有綁緊 什麼意思 你覺得你會再挺久 哈哈哈哈 等一下 那你的那個勒 對 你不是有的嗎 哈哈哈哈 把他忘記有哪裡用的 雅力看一下鏡頭 欸 我在那裡 好帥喔 美 今天就這樣子了 哈哈 這樣好好看喔 喵 呵呵 呵呵 哇 好像拆一領啊 為什麼拿一個點? 幹也就NU啊 到底你到底人生要奪向一號? 什麼意思 你等一下 蔡英國代理就是 最一,全台灣最一 好開心喔 你幹嘛? 這個是你啊 很帥啊 我要變成天菜了,sorry 你進去煮流氣,不要忘了我們啊 你現在覺得怎麼樣? 我現在覺得很ㄎㄧㄤ 除此之外,那是一款英語的鬍子 很帥耶,我覺得很像藍窩 是你預期的那種感覺 是啊,我本來很怕 它會很整齊很奇怪 當然它會幫你做一些 多出來的鬍子 很熱耶,很像胡渣的感覺 就不會太整齊的感覺 很不棒 我講過兩句話,很不棒 你在講什麼? 很棒 很棒 那你就接下來12天再告訴我們 長得怎樣 好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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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